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很多养殖企业开始施行全产业链的模式 进行养殖和加工 种株由政府提供 养殖由合作社来做 最后再通过畜牧局检验上市 这样的模式让大和乌珠这样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走进复原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路 复原县是中国云南省区境市下属的一个县 面积3348平方公里 复原县城东8公里 有熏威岭是云贵界山 也是由前入颠的必经之路 有全颠索要之称 复原县有两样乌黑油量的东西 为人们所看好 一样是煤炭 另一样就是国家级大和乌珠了 今天咱们就到复原县去转一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里面的鲜肉每斤要比市场价贵一块钱左右 但是一到中午这里的肉却能卖得一干二净 您经常在这里买肉啊 对 经常在这里买 是吗 我们家人都喜欢吃的 喜欢吃啊 对 它炒菜不粘锅 炒菜不粘锅 对 但是它这个烧肉那么烧肉香 它香特别香 香好吃 还有好吃 还有 在超市记者看到 展柜里的猪肉颜色看起来非常鲜亮 墙上也挂着猪肉的生产过程说明 顾客在买肉时都能知道自己吃的肉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听店里的负责人朱展芳介绍 这里的鲜肉之所以受欢迎 首先是猪的品种号 这里卖的猪肉都来自一个品种 那就是大合乌猪 除此之外 它们是做全城封闭产业链的养殖和加工 种猪是从政府的种猪厂购买 商品猪是企业自己的养殖厂和合作社养殖的 屠宰厂也是企业自己建立的 对整个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监管 这上面的产地和生产日期也标注的非常的明显 云南省复原县这是你们的产地是吗 对的对的我们在复原县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到这个产地去看看 那里的猪是怎么样的养出来的 而且为什么这么深受大家的欢迎 好谢谢您 从昆明出发赶往复原 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复原位于云南省东部 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腹地 与贵州盘县兴义士相连 进入复原 摄制组的第一站就是圣镜关 他紧挨贵州 在古代一直是驻军要地 素有入滇第一关滇前所跃的美誉 在复原民间一直有风波浩滇 与诗浩潜的说法 离开圣镜关 摄制组继续出发赶往大河镇 大河镇位于复原县南部 东与贵州相连 距县城十八公里 这里是大河乌珠的发源地 大河乌珠原种场就在这个镇 听当地畜牧局的同志说 我们在昆明看到的猪肉 源头就在这里 走进猪场 记者便看到了一群散养着的黑猪 初次见到这些满身乌黑的家伙 我们的记者充满了好奇 然而人家并不买账 这些猪啊 它跟人还是有那个感情交流的 如果你跟它交流多了 它就自不有然地跟你做好 就感觉到非常清静 理想老师告诉记者 要想了解大河乌珠和它的肉质 为什么好 就必须从肿源说起 好的肿源是保证养殖安全的基础 也是关系肉质和口感的关键 大河乌珠是在复原地方猪种 大河珠的基础上 培育出的一个新品种 2003年通过农业部审定 2014年获得农业部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大河珠原产地就在大河镇 考古工作者在大河镇的一个 古人类居住遗址中 发现了猪的牙齿 考古人员推测 很早以前这里的人类 已经开始学会巡化野猪饲养 一直到现在 养猪对复原人的生活 仍然非常重要 因此复原民间 很多的民俗都与猪有关 你看就是说我们家里 到年价 如果说分家以后 那个时候非常穷 家里面非常穷的时候 年价人都要买一堆小盒猪送过去 是吗 对 送过去让他 意思就是说 代表他离业了 离业了以后 你就说把这一堆小猪养 养大以后 你跟他卖得起 因为美好的寓意 然后也让他们 有了一个就是安家的一个资本 对对对对 说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要是生活在您这里的话 我结婚的时候 我母亲也会送给我一堆小黑猪了 当然了 当然了 这个肯定了 复原民间也一直有养黑猪的习惯 人们认为黑猪极力 祭祀 过年过节 必须要吃黑猪 因此 就人为的 把好的黑猪 一代代 选育了下来 除此之外 复原独特的自然环境 更是为大河猪的形成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你看我们就说 复原性的 就是说 它那个海拔逻叉也是非常大的 你看从那个一群一的海拔 逐步到那个二群七 二群七的海拔 逻叉的一个海拔高度的 就是说 它那个形成了 那个丰富的一个植物物种 提供了一个很广的 那个食谱 它吃得非常杂 它的这个适应性就非常的强 对 千年以来的不断驯化 形成了大河猪 独特的肉质 与遗传基因 李翔老师说 大河乌猪 不仅继承大河猪的适应性 和耐粗刺性 还继承了它优良的肉质 鸡肩脂肪可以高达7% 鸡肩脂肪越多 肉吃起来就越香 好的猪种 是保证养殖安全的基础 大河乌猪虽然选育出来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但品种的优化却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而适当的散养 就是要回归它的天性 优化大河乌猪这个品种 从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猪 少生病更健康 离开大河镇 设置组赶往下一站 墨洪镇 墨洪是复原海拔最高的乡镇 距县城60公里 李翔老师告诉设置组 墨洪有复原县最大的一个 大河乌猪标准化养殖场 我们要找的无公害猪肉 一部分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同时李翔老师还帮我们联系了 养殖场负责人赵峰 赵峰厂长告诉记者 他家虽在县城 但猪场规定 为了减少人员频繁外出 可能带来的致病菌 他们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除了是养殖场厂长 赵峰还是畜牧局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 2008年 复原县政府为了发展大河乌猪产业 保证猪肉的质量安全 特意从畜牧局抽出八位技术骨干 保留编制 下放到现在的养殖企业帮扶 他和李翔老师变在其中 这些年 他和同事们一直都在努力 赵大哥 前面是在干什么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我今天做亭廷局的定理部门通知 要挺订 他们要搞这个定理施工 我们现在 我们的柴油发展 结束货币定 我们的猪设 沿着猪的猪设 通风打尿 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系统 对对对 应急电源 是这个情况 今天正好赶上电力部门维修线路 到晚上才可以通电 赵峰厂长说 人可以一天不用电 但是猪设的猪却不能 如果猪设通风不好 里面氨气等其他气体浓度就会增加 猪便会很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 影响猪健康生长 走进猪设 里面的猪非常的活泼 也不怕人 地面上几乎看不到粪便 赵峰厂长告诉记者 这里采用的是漏粪地板 猪的粪便都流到了下面 每天都会自动清理 今天虽然停电 但有了发电机的缘故 猪粪得到及时的清理 里面的负压风扇等通风设备也都正常运转 猪舍内几乎闻不到臭味 因此这些猪生活的是相当舒服 对 就像咱们人类的家一样 这里啊就是他们的家 对 这里就是我们的这群猪的吃 玩耍 去吃生活的地方 就像我们人的家一样 只有家里面的环境好了 然后他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猪是一种很爱干净 对环境很敏感的动物 控制好养殖场内部环境 对保证猪肉的质量安全 也是很重要的 内外环境都控制好了 猪住得舒服了 自然就减少了生病的几率 相反 猪就很容易生病 而生病便需要治疗性的药物 这样在最后检测猪肉时 就有可能造成药物残留量超标 而赵峰厂长却说 在这个养殖场 除了环境控制的好 最有特点的就是饲料系统 他说 种源控制 环境控制 和投入品的控制 是保证生产出 安全猪肉的三个关键控制点 其中投入品 主要是指饲料 以前喂料 需要把饲料拉到养殖场 然后靠人力 一车一车地拉进来 饲料在中间过程 很容易受到污染 2013年 这个养殖场投入使用 为了解决饲料 在中间过程被污染的可能 引进了一套全自动供料系统 还购买了价值不菲的饲料灌车 第一关就是从饲料灌车 把那个饲料从饲料产 拉来以后 到我们的尿残 它清风 清清封闭的 然后到我们的尿残附近 然后在围墙外面 就把那个饲料打到我们的尿残 这个车是不能进场的 对 车是不能进场的 因为车进场了 在外面跑的车 可能会带些洗净 病毒之类的 对我们养住这个防控不利 所以你的饲料车 停不在外面 然后饲料 也是从饲料船一出来以后 我们人是看不到的 接触不到的 它就根本对饲料 没有什么污染 饲料灌车把饲料打入料桶 通过自动供料系统 传到每一个中端料槽 这样一来 饲料在中间环节 几乎没有接触到外界 也没有人可以碰到 实现从饲料厂 到料槽的全程封闭 从而减少病菌的感染 和疫病的传染 赵峰厂长说 这个设内 养的都是六个月左右的育肥猪 自动供料系统 可以让它们自由采食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饲料安全 饲料不仅要企业自己生产 而且每一批原料都有明确的来源 进入加工前 也都需要经过厂里面的检测 合格后才可以加工饲料 而复原县畜牧局 每个月还会对加工出来的饲料 进行不定时的检查和检测 为了保证猪肉的品质 饲料配方也是根据大核污猪 采食特点而专门设计的 赵峰厂长介绍 大核污猪品种虽然好 但如果饲养的不好 肉的品质也是上不去的 大核污猪对饲料的要求不高 于是他们便把当地产的一些 大麦 康夫 米康 大豆等原料 设计到饲料中 来代替一部分的玉米 这些原料里含有大量的粗蛋白 粗脂肪和粗纤维 提高了他们的使用量 不仅适应了大核污猪的特点 还可以改善肠胃的消化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猪肉的口感和风味 使猪肉变得更香 除此之外 为了改善猪肉品质 每天下午 这些大核污猪还可以吃到 大白菜 胡萝卜等青绿饲料 赵峰厂长开玩笑地说 要让这些大核污猪 不光能吃到肉 还要有蔬菜 来 小猪们 吃饭了 咱们的饭后甜点来了 快吃 他好像挺感兴趣的 赵大哥 我能进去喂吗 好 自己喂一下 好嘞 来 我们吃吃一下 他真的吃 大白菜 胡萝卜等青绿饲料里面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可以补充大核污猪对维生素的需要 赵峰厂长告诉记者 这几年为了扩大养殖规模 企业和42家规模养殖户 联合成立复原县东横大核污猪专业合作社 社员一部分为本县的 还有一部分为外县的 我们在昆明看到的猪肉 一部分就是这些合作社社员生产的 他建议设置组去古杆水族乡看看 从莫洪出发 一路向东南走 经过三个小时到达古杆水族乡 古杆乡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 与木洪风景完全不一样 古杆乡离富原县城135公里 与贵州相邻 平均海拔为1300米 是富原县平均海拔最低的乡镇 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工矿企业 保留着原始的水族文化 鸡蛋设置组的是古杆乡的王达乡长 他告诉记者 古杆是云南唯一的一个水族乡 古杆水族语意为庆林中有水 只要有水族的地方就一定有水 我们来的村子叫撒娇当 大和乌珠专业合作社就在这里 现在是农闲季节 水族老乡正在聊天打牌 在青山绿水白墙青瓦的硬衬下 村子显得那么闲静自然 王达乡长说 这几天村里的年轻男子 正在排练水族传统舞蹈 他邀请我们过去看看 是不是很可怕 是 这个是什么舞蹈啊 这个是吞口 吞口是富原水族传说中的神灵 舞蹈者手中就是吞口面具 吞口舞是水族的传统舞蹈 以前是用来祈求五股风登 六处兴旺的 我们这个水族来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 那个有鱼蛇有猛兽 还有那个战气之类的 都能弄得名不了身的 然后呢有一天那个 叶齐明风明的时候呢 就从水里 热水潭里 我们的热水潭里 冒出了一个那个 转如油满的一个 是吗 是吗 对对对 变成这个怪物之类呢 然后就把这个妖魔鬼全部吸出 吞口救了水族 为了纪念他 人们便把他的形象 制成面具 编排成舞蹈 形成了现在的吞口舞 跳舞的都是村里的百姓 他们忙时干活 闲的时候拿出来练习 在重要的节日上来进行祭祀 如果有重要客人来了 他们也会跳吞口舞欢迎 王达乡长本来要带设置组 去看合作社 但乡政府突然有事就先走了 他说中午村里为我们准备了 用大河乌猪做的宰猪饭 他让我们先去村里的养殖基地看看 养殖基地负责人叫王卫 2010年加入复原县 东河大河乌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现在已经是合作社里的养殖大户了 五桶一回收是合作社对养殖户的承诺 五桶是指统一猪种 饲料技术服务和防疫 回收就是回收出栏的肥猪 猪种是大河乌猪 饲料是合作社生产的大河乌猪专用饲料 技术是合作社根据大河乌猪生长特点 统一制定的 而防疫和服务 是合作社专门派的铸厂技术人员来做的 他们在这里铸厂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要求很严格 养殖户必须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实行 目的就是要求养出来的猪要达到统一的品质 而为了保证养殖户的效益 每年合作社也都会和他们签订回收合同 回收的话它按那个市场低的时候 它按市场的五到六倍的那个一米价 然后给我回收回去的话 这样的话 不会赔 那市场价如果高的时候呢 高的时候它就按正常的那个市场价回收就完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保障 四年过去了 当时就是有了合作社的帮助 王大哥才由一栋猪社发展到现在的六栋猪社 一千三百多头猪 结束王大哥家的拍摄 浩克的水族同胞已经准备好了大核乌猪仔粥饭 正等着我们 吃载猪饭在复原有着很长的历史 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派富有德大将征南 战争结束后便把大量的官兵留在云南 由于这些官兵来自内地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为了舒缓思乡之情 家家户户都会杀几头黑猪 并用猪的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菜 再把整个村子的人都叫来一起吃 慢慢的 这一情节竟然融入到水族文化当中 水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他们有自己的文字 语言 舞蹈和艺术 吃着香喷喷的仔粥饭 听着豪爽的水族敬酒歌 记者再一次感受到了水族老乡们的真挚情感 他们告诉记者 骨感虽然交通不便 经济也不发达 但他们却有美丽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 以及淳朴的民风 他们生活得很好 也很满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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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这里的老乡真的是非常的热情 而且这里的民风非常的淳朴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 真的是特别的不想离开 我不想不想你走 拜拜 离开古赶 我们赶往复原县城拍摄屠宰 一路上市制组的情绪都有点低落 我们的记者尤为伤感 虽然来古赶时间不长 但这个云南唯一的水族乡 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相信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依然能够相聚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 市制组来到位于县城的屠宰场 现在有一批乌猪已经进场 准备进入代载卷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检疫的工作人员 正在准备进行初检 那么初检具体有哪些项目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黄老师您好 您这是正在准备做一个初检 我们现在做八十五代载检疫 查无验证 查无验证 然后看到来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一个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 那开这个证明有什么作用呢 它这个证明是证明它是 它那儿的猪是货给的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证明上写得很详细 动物的种类以及这个起运的地点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这个合格证明就证明 之前这些猪在拉过来之前 已经做过检疫了 这个它是日五年开的 就是它是日五年建筑所开过来的 也就是说合格了以后 有这个证明才可以进入咱们的厂子 这些年来 大和乌珠的产业化发展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 所以为了能够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他们做的是全程封闭产业链 因此付出的也要比别人更多 如今企业的养殖基地在扩大 合作社社员也越来越多 大和乌珠的深加工产品 也进入了批量生产 销售情况还不错 相信未来的产业会发展得更好 好了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